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显然如果我们想健康的整个星球健康的发展 只有对话才可能成为一条渠道 那么中国文化在这个文明对话之间 许先生应该是寄予了很多的后望 那么他觉得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在担当这个重要的历史角色的时候 一提出问题特别的重要 咱们以前谈到前几位文化大师 他们普遍的认为没有准备好 时机到来了 给了我们了 没有准备好 没有准备好 我给大家讲一个许先生的经历 难怪解议预测 就没有准备好 而男老跟许先生是没见过面的 是没见过面的 然后我去拜访男老的时候 我就问男老 我说如果有机会 给许先生你们在一起 关于人类的话题 展开沟通好不好 他说好啊 你把这话烧给许先生了 然后我从太福大学堂 回到北京以后 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的师兄 就告诉了师兄 我师兄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委员长 委员长就开始 就做准备这么见 那么结果呢 没有想到 男老 半年以后就去世了 非常的一个历史性的遗憾 历史性的一个大的对话 非常遗憾 没有安排 没有建成 那么这成为我本人一块心病 那么呢 我觉得上呢 许先生也特别想见 男老也特别想见 那么去年 那么许先生推动 王阳明的执行合议的思想 在浙江绍兴 开这个会议 你也当得你也去了 然后在这个会议的筹备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就想 看能不能在这个会议上 然后呢 有许先生 确认 有国家有关部门 确认 给男老 颁奖 男老其实是 不要这个奖的 男老也并不在意这个奖 尤其是男老已经去世货了 并不在意 但是我想 我的目标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颁奖 然后激发更多的国人 来判断我们中国 准备好朋友 研究我们自己 找了多少中国传统的话 向男老的书学习 向许先生学习 你完成了许先生和男老的一次隔空对话 然后呢 让他们两位天地之间的一次灵魂的接触 那么呢 我当时有这个想法 很多人都说 哎呦 这个男的很大 不容易啊 但是我说是什么 没有想到 许先生大力支持 大力支持 那么的 然后就让侯秘书 征求中央统南部一件 国家宗教局一件 还有其他部门一件 他就说 给许先生 许先生确认颁奖 我们都没一件 很好 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 就给 就给南老 他们两位灵魂 下会 然后颁发给南老的国学 终身成就奖 那么这个奖 颁发发之后 然后南老的儿子 南一鹏 从美国回来 来领这个奖 领八奖之后 又给许先生见面 许先生说了一句话 许先生这个说的一句话 我见到你 就像你见到你父亲 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们终于见面了 有点感人内向 我们终于见面了 那么这个事情 在说明什么问题 他们终于见面了 灵魂在一起 思考的话题是一样的 他们是同频道的 虽然他们是两代人 但是是同频道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包括许先生推动的一些工作 我参与推动的工作 就发现 许先生对中国 没有做好准备的判断 是对的 许先生在这个方面 我先说说 先生的判断 然后我再讲讲 我的体会 先生是怎么判断的 现在目前 没有做好准备的几点 第一点 我们对中国的文化遗产牲畜 需要接续上 需要接续上 然后我们在泼洗澡水的时候 把我们最好的娃娃 泼出去了 要把我们中国文化 最宝贝的 这个文化基因 再抱回来 把我们的金娃娃再抱回来 把我们的金娃娃再抱回来 如果没有我们的文化的 这个传承 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 我们上不去的 这是他做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他说我们中国 由于这个缺乏 这种对文化的传承 对文化的传承 他就讲 我们今天 没有属于中国的 大家注意啊 没有属于中国的 具有中国知识产权 和发明专利的新思想 轴心时代要来了 我们的新思想在哪 我们中国没有 大量的来自中国的 具有中国知识产权 和发明专利的新思想 咱先说这个思想之心 这一对不对咱先不说 你想美国 亨廷论 他搞文明冲突 那没有 但是他的确就知识产权 是哈佛大学 是美国知识产权 德国的这个家 亚斯布尔斯 提出周星国 时代 两千五百年前 那知识产权是德国 不是我们中国人提出来的 包括我们今天提出来的四周之路 这都是外国人提出来的 不是我们中国提出来的 我们是把以前的历史学家的 提出来的这个学说 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 和工作当中 所以我们中国 没有知识产权 和发明专利的新思想 包括 那个什么呢 福山 他历史中结的 也是从哈佛大学 就是我们北大 我们清华 有没有自己心思要生产权 我们的中国式科学 有没有 我们的台湾大学 就整个 就没有 他说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他说这个准备没有做好 那么我们怎么对中国 带着人类竞争有重大影响 今天可以这样讲 我们整个是被动的 我们是以思想被动的 美国出一个文明冲冲队 我们就跟着说 可是我们费劳 比 比 和明顿早了多少年 提出解决的方案了 实际不自 可是没人说 没人讲 我们不重视 我们这个事情 缺乏非常多的事情 实际上呢 许先生在这方面就讲 很厉害 我就举个例子 许先生当年 要推动这个事情 我今天拿出一个机密文件 这是机密文件 这是许先生的机密文件 许先生的内部讲话 当时 我去给许先生汇报工作的时候 他说要打造中华民族的经济家园 那中华民族的经济家园 要在全国要选几处 要凝聚中华民族力量 那么就提出了 阴虚 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地方 适合做中华文明圣地之一 就是汉字的圣地之一 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给许先生的汇报 以后他大力支持 后来我就负责安排 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啊 省长都给大的支持 包括国家公路局长 善吉祥 都直接去考察 要推动这个事情 当地的市委书记市长 当时觉得对自己提拔有好处 也干 大家注意啊 我说这句话 他觉得有现实的好处就干 他没有站在整个大的轴平时代 来临来看这个事情 没有 结果书记干这个事好事 提拔了 走了 市长当市委书记 就开始不这么干 然后呢 市委书记贪污被抓起来了 设置的一批人 新上来的领导人 谁也不想这个事 荒废了 就这个事情 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这个事情 在安阳就荒废了 许先生为此累得非常厉害 去考察 你想象 大家想象这多少文献 这个机密文献还在我这 大量的考古 考究 考究 都在这 结果呢 安阳的市委市长 我不干 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 它是 短期的力 不是短期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 今天的党委政府的领导 没有 我再说个特点 刚才在浙江绍兴 举行王阳明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在我推动之下 朋友们一块共同 给许先生出了一本小册子 关于王阳明文化的九次重要讲话 这是我直接 一个字一个字 我参与教队 然后编冻出来 那么在推动的时候 就发生一问题 浙江的绍兴的领导 市委书记市长 我去考察 考察 把以后回来 给许先生汇报 后来 以后呢 原来的汇报的时候呢 只是把他作为一个 王阳明思想的洪阳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但是我给先生汇报的时候呢 我讲 我说这里面啊 可能有更深的含义 涉及到长江文明 涉及到长江文明的问题 涉及到王阳明 不是孤立的王阳明 他涉及到 从下雨至水 王阳明一直到鲁军 为什么鲁军诞生的首席 为什么蔡元培鲁 在诞生的地方 为什么秋季也是的地方 什么原因 他是一脉向城的 这个地方是新学的圣地 中华新学的圣地 我是沿着这个 许先生这个大速度走的 中华文明圣地 圣地之一 是安阳这个 那么绍兴 是中华新学圣地之一 那么呢 是打造长江文明的一个指导点 是长江文明 有了一个圣地的灵魂 先生听了之后 非常赞同 在他写的讲话档当中 就把这个写进去了 而且他用了一个词 便系不及 这个便系不及 那个词是古汉语 那意思是什么呢 躺在床上 听到这个好消息 从床上坐起来 又到队上跳 高兴得不得点 后来我在浙江开会的时候 我就讲许先生 这个古汉语的含义 我说这个 这变性无极 这四流测 是有现实意义的 许先生病得很厉害 躺在病床上 为此而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 地方领导 不理 直到今天不理 所以什么呢 就是一个大的新的重新时代 来临的时候 大的我们没准备好 我们上下 我们的地方领导 我们的党委政府 没有准备好 就通过这些具体的势力 因为这都是我参与推动的 我听到明显的感觉到 没有准备好 许先生理解的比我更深 因为他推动的事情更多 他说遇到困难是更多的 所以我觉得上来 这是他提出的意义 第二点 他提出了没准备好第二点 我们身上西方的毒素很多 我们身上有西方的激素 有西方激素 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他要通过吃激素来快速的疗愈 结果把激素的毒给留在身体里 西方激素 就像我们今天看病要打吊呗 有这种激素 就是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身上有激素 有西方的毒素激素 他说这个激素一净 他说千万不要轻视 这一百多年来 西学东秦 低净 他用这个滴 点滴的滴 打吊瓶 用了这个词 一滴一滴 打入你的血液中的 这个含乱 低进 民族机体中的不良的营养 而且这个不良 已经沉淀到什么地方呢 教育 学术 商业 科技 家庭等领域 随处可见 就随处可见 这个激素 就西方的这个激素 要清掉 不清掉的话 麻烦得很 然后呢 他说我去了很多地方 我发现那些穷地方 偏远地方 西方的激素还少 越是大城市 越是这种发达地方 越多 他说呢 这个激素 西方人一定开始意识到了 这个激素的 现在就是西方人 包括看病也不打激素 已经意识到了 可是我们中国还要 他说呢 我们中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这是第二点 第一个优量的传统没继承 第二个西方的激素 点滴太多 第三点 第三点 然后呢 我们的传统中的糟伯 没清理 也没清理 他说今天很多学者是学法 学法 门户之殿 我理解这个话 理得很深 我参加很多学术会议 参加学术会议 基本上是吵架会 他不是讨论 而且互不服气 互不服气 而且更奇怪的是 我在浙江开这个 王阳明会发言 许先生的发言 他拥有病危趣 许先生呢 他是别人代毒 代毒又活第二个发言 第三个发言是专家 著名专家 著名专家发言 又没人听 然后他就去告状 告我的黑状 说我的发言 为什么这么好 所以我都很习惯 我都不认识 这种专家学者 你后来就上 你怎么后来更居下呢 不研究自己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文化的这种 一种讨论 这种互相的学习 没有了 我们小心点 没有格局 没有气象 没有气象 我们这个糟糕太多了 许先生就特别提出来 要向俄回 俄湖之贵学习 俄湖 书院我都去过 在江西的上 我都去过 就朱熙啊 和陆锦元在一起讨论 观念可以不同 大家相互学习 观念没必要下 正因为不同 才是学习的 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中的 很多糟糕 需要讨论 需要研究 需要淘汰 需要激荡之后 才能让卓子自降 心者自食 卓爱 第四点 我们没做准备第四点 今天我们的学者 严重给大众脱节 给现实脱节 他提出三脱节 与大众脱节 与现实脱节 与教育系统严重脱节 无论人们 社会哲学学科 或者是自然科学 技术 大多局限于高等院校 研究院所 都在书房和实验室里面 很少有人走出大路 走走离开 走出大楼 走出办公室 到社会中 很少 更少游到中小学课 到市区 更少游到互联网了 虽然可以让讲 咱们这一次 开启这个 这个大师评说 把大师的观点 借助于现代互联网 去传播 恰恰是 许先生说的 许先生鼓励说的 希望说的 是为中国做好准备 迈进了一步 是迈进了一步 走出庙堂 走出庙堂 他说中国的教育 出了很大的问题 出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都是 原来赵超赵班斯 原苏联的 原苏联的 他说我们中国的教育的 传统基本上 大量无存了 怎么培养人才 人才就出不来的 他说五四运动 他提出来 我们引进的不是科学 我们这是关注技术 他说我们今天 大学里边培养的是什么呢 培养的是知识和技能 没有培养出灵魂来 没有培养出有灵魂的人 培养出是工匠 有技术和技术 从这个角度 而没有大的一个思路 所以他又提出来 从这四点 许先生就说 中国没有做好准备 我深入体会 我觉得先生说的是对的 我说大师听说 就是按照先生这个意见去办 走向大众 走向社会 走向互联网 然后把我们当代的文化大师 把他们好的想法 让大家共享 分享 我觉得上了 许先生在这方面 是一种努力量做的 好 特别感谢陈秋先生 那么我们在前几集当中 不管是去聆听南华锦南老的观点 还是费孝通费老的 或者是季仙林济老的 他们都是在最后的时候 以一种乐观 但同时又有一些忧心忡忡的 这么一种心态 来去告诉我们 中国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中国要担当的机会已经到来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我们的文化断层了 我们需要去修复 还要去传承 那实际上在刚才 许江洛先生所说的 我们在这个四个领域 不管是在我们的传承领域 学术的这种普及领域 还是在我们的新魂领域 对西方文化的这种剔除 毒素的这种领域 其实是需要到开堂 厚度做很多的内功 再重新把我们的肝脏肺腑和血液 重新来过一遍 这样才可以真正做到凤凰涅槃 那我们在这几年当中 传统文化建校园 已经是芳心慰哀 但这里面所发生的 许多的困难和挑战 是需要大师的思想 来帮助我们的决策者和践行者 一趟一趟一层一层的去 厘清楚何者要弃 何者要留 所以非常期待 我们观众能够在 聆听完大师评说之后 用于自己的时间与生活 一起准备好 迎接新的轴心时代 谢谢大家 观看这一次的一趟风大视频说 我们下期再见